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对香港法治和自由的干涉 艰苦的抗争了近四个月还没有结束 与此同时在歌舞生平的盛世景象背后 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上的困顿 国际上对中共政权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响亮 那么已经有70年历史的中共政权 其合法性是否存在问题 那么就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请来了 三位时政分析人士 一位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野良教授 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还有一位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 他们两位是通过skype和我们连线 与以往一样我们的节目将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facebook twitter 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播出 欢迎各位发表您的意见 好三位先生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 事关中国的国庆 关于中国政权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那我想首先请陈博士来解释一下 当我们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时候 到底是指什么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当然如果从理论上说可以有很多说法 但是我简单的最核心的说一条的话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这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政权 他的认受度 也就是说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东西是在现代国家 特别是当代国家 大家是普遍讨论的 在政治学政治哲学 道德哲学都要讨论的问题 而且这是一个 有关一个国家 包括他的国民的幸福程度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很好 那陈博士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关键问题 合法性是指国民对于这个政权的接受程度 那我想请教一下夏教授 那我们今天来谈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时候 你觉得意义何在 首先一个国家政权是不是合法 取决于这个国民大家的一种认同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治国之本 林肯总统讲过 民有民享民智 那我们的政权是不是这样一个三民的 民有民享民智的政权 另外就是中国领导人 以及他们的红二代 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 叫做枪杆在里面出政权 说我们这个江山是我们的父辈 用几百万人头打下来的 所以你们要想说这个改换政权的话 你再拿几百万人头来换 这种说法就是一种丛林法则 是一种暴力原则 所以我觉得它不具合法性的原因就在于 如果是一个现代文明政治政体 你就应该允许老百姓通过选票 通过选票来对政权 假如说这个政权已经是不合法了 不适应这个发展的需要了 那可以随时的更迭 这个更迭主要指的是 一方面是领导人可以通过选票来选举 另外对制度本身 这个构架如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可以进行比较大幅度的改造 所以这个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话 那就是完全靠暴力维持政权 它当然不具备合法性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它是存在选举的呀 你怎么回应这种观点 对所以真选举还是假选举 是在枪杆子下就是刺刀下的选举 还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障碍的选举 这是不同的 对你提到的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就是它的选举并不是真实的选举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在中国的社媒上 还有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很多中国大陆出来的人 他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现在中国生活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 所以谁执政都无所谓 那么像这种说法 它是否包含着对中共政权的一种肯定呢 我想请教一下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啊 好像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 而不是一种非常高兴的接受这个政权的心态 因为你比如说刚才夏教授也谈到了 刚才这个奎德兄也谈到了 就是说很简单 就是说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呢 按照这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理论呢 它最主要的什么 这个政治的正当性啊 它认为是来自就是被管制者的同意 那么你看看香港现在的市民同意了吗 你看看八九这个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以及全中国的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同意他们进行大屠杀了吗 都没有同意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又在强大的暴力统治下 就产生一种我刚才讲的 就是无可奈何的心态 那老百姓既然觉得政治上的抗争 一直没有被强力镇压下去了 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权呢 它又用腐败来收买你 我昨天在美国之音讲的 就是它那个腐败啊 不仅是它那个党的腐败 全社会的腐败 全民的腐败 它现在还要在全球搞腐败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奴心态 老百姓的这个无可奈何的心态 这个不能说是他们同意了 这个就有点说强奸民意 因为你没有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 比如说我今年快70岁 我至少在中国待了39年 那个我记得我这个39年中间 从18岁开始到我离开美国 大概就只参加过两年选举 两次选举 你怎么可以说这个选举是公平的 是正常的呢 而且这个选票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你不投也是他 投也是他 所以我一般是选择不投了 把选票撕掉拉倒 所以这个你怎么能说 老百姓表示了他们的同意呢 这个我觉得这样说法就有一点牵强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的民意当中 舆论当中也有一种论调 说国家需要稳定 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这个政权得到稳定 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 他们对这个政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可的 我想请教一下陈博士 我想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舆论 本身就是说 中国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国民舆论 一个真正的舆论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长期的新闻管制 新闻封锁的 互联网是有互联网长城 完全把外部的整个外部世界的信息封锁起来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空间 从来70年来没有一家中国公民 70年来没有一天没有一家有中国公民自行创办的任何媒体 包括电影 电视 广播 报纸 杂志 等等等等 所以谈不上舆论 所有的所谓的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言论 都是中共喉舌的 他们表达出来的东西 当然可能底下老百姓 你如果在街上问 他可能有些也是 说类似的话 也有这个可能性 他是一种就是在新闻管制之下 封锁之下 而且在暴力胁迫之下 老百姓言不由衷的 他不能不说类似的话的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是谈不上真正的舆论的 刚才说的那些舆论 都是并不是完全出自国民内心的 而且还有长期的单向的洗脑的结果 所以这种洗脑的结果 它是单向的 而且是封闭的环境 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来源和意见 作为比较竞争得出来的结论 那我认为绝对不能算作舆论 所以说这一点是中共的 它一直不敢提 不敢回应国际社会的 就是它要开放它的互联网 要开放它的媒体 从来对自己是严加回避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两位先生对于国民的认可 对于这个政权的认可 是一种悲观的论调 但是我们也回顾一下历史 我们知道 其实在中共建政的初期 在1950年代 中国政府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来试图建构这种合法性 来树立它的政权的合法性 那么比如说最开始的土改政策 这个当年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尤其是农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夏教授 那么土改对于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它的这个意义何在 土改带有很强的欺骗性 好像给人感觉 这个中共对农民进行一种承诺 给你免费授予土地 但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很多人会忽略 就当年的土改有两类 一类叫做和平式的土改 一类叫做阶级斗争式的土改 毛泽东赞赏的是阶级斗争式的土改 他们坚决反对 那样把土地通过行政命令 直接赋予给农民 这样的话 显得农民就是从天上接了个馅饼 然后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毛泽东要逼迫他们进行血腥的 人与人面对面的这种阶级斗争 要把当地的那个乡生精英都消灭掉 大家知道中国从秦汉以来 这个传统就是权力不到县以下 县以下主要靠乡生自治 地方精英 那么共产党通过正反运动 通过土改运动 把所谓的土豪猎身都镇压掉 其实他认为这种给你土地 不是白给的 是需要你拿同名状的 这个同名状就是杀人 不光是共产党要杀人 还要你农民来参与杀人 就是你要想得到土地的话 那些积极土改的那些农民要冲上去 首先是打地主耳光 拳打脚踢 再严重的就是把地主的家属 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扔到井里边 把女性的乳房割下来 那个土改中出现的残酷的现象非常多 而且还被作为什么斗争性坚定的 这样一个典型加以弘扬 所以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的 就是有人认为土改好像是给农民 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和好处 但是用什么方式带来的 而且土地本身就应该归于谁 那我想请教一下宋教授 那您一直在做土改方面的研究 上个星期里面也有一个研讨会 那么实际上刚才夏教授当中所提到的 就是土改那种血腥的行为和场景 那怎么可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呢 这个我在归纳这个中共的政权 它之所以还能够至今还能存在 当然了一个标准就是说 我们不能用这个现党政党的标准来衡量它了 比如说像美国的共和党 美国的民主党 那么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国家 是一个王朝 那么当然就是说王朝 这个你想想的唐宋元明清最短的元朝 他也97年了 你更不用说清朝是好像275年吧 明朝是276年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70年不算短 但也不算长 那么我还是用了毛泽东当时讲三句话 就是说第一句他说我们有三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是什么呢 是武装斗争 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暴力 第二大法宝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党政工作 那么主要是宣传欺骗了 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谎言 第三大法宝是什么呢 是统一战线 那个我刚才解释过了 就是说它是腐败了 它要拖到全世界都腐败 那么这个土改就是很典型的 它第一是使用暴力 刚才夏教授已经讲了 就是说原来中共掌握了全国政权 它完全可以搞和平土改 但是它要虚异的搞暴力土改 土改中间我们这个会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字 就是说1950年还有2188万地主 那么到了1954年结缩的时候 只有1569万 扣去这个自然的死亡率 那段时间我们用的是非正常死亡 大概是死了多少地主呢 有470万 你想这个470万大概是这个中国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间 人数最多的 这还只不过是地主 还不包括当时被斗死的富农 甚至一些贫下中农 因为反对他们的土改路线也被斗死的 也有自杀的 我觉得这个是超过了文革 文革大概就是接近300万 那么你想这么暴力的这样的一片沙 而且韩战爆发以后 毛泽东又大规模的推动政法 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你想这个普遍的使用暴力 当然就把社会上任何一个可能性来反对它的 经营组织和经营阶层 刚才夏教授说了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乡神文明 就全部被消灭 你到1979年中共的内部文件 说地主只剩下多少人呢 279万 从2188万 所以你就可以看 它这个稳定 它这个建政的奠基里 第一场政治运动 是非常血腥的 那么它搞了不少谎言 我刚才讲了 我们的讨论会说明了 这个土改的主要论据说 百分之七不到的地主富农 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 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伪造 所谓的中国农村存在着封建制度 是他们伪造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完全是谎言爆裂加上腐败 才使得它第一次政治运动 能够搞成功 以后的政治运动就没有断了 一直搞到文革了 好 那么我们这里讲的是土改 但我们知道土改之后 还有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那么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它其中通常我们认为 就在历史的认可上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是其中的重点 那么这个改造 根据历史的记载 它也是通过发动了群众 来搞的这种改造 我想请教夏教授 这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它对于当时的政权的 合法性的塑造 有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这个中央的相关讨论研究 从1953年 就有了相关的一些说法 当时一个标准的说法 叫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而且在1954年 就已经发布了一个 对工商业改造的这样一个条例 就是一开始的一个事情的办法 他们一开始就想 对资本家把他们的资产 不叫没收 但是叫公私合营 说起来是共有 但实际上 他不再把过去的经营利润 分给资本家 而只给资本家利息 叫定息制度 这个利息是多少呢 就是他总资产的五厘 那么这个五厘的话 也仅仅能够维持 如果资本家是一个大家庭 包括还有这个 比如说过去有厨师 司机 用人 那么仅仅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 到后来慢慢的 这个当生活资料水平提高了以后 连这个雇的那些用人 慢慢都不能保持了 所以呢 这个 而且这种做法 并不是说一直做下去的 是从1956年开始启动 到了1966年9月就停止了 也就是十年时间发定息 到后来呢 改革开放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后人 他们都提出来说 当时利息只发了这个十年 那么这个资产 现在股份是不是可以归还 但是呢 官方的说法就是不行 那些你们都拿过定息了 所以说这个股份 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资产跟你们也没关系了 就相当是一次 只给了一点利息 然后就把人家的资产 全部给霸占掠夺了 这个是在古今中会 是很少见的一个现象 他们还振振有词 那么这里你谈到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还有刚才我们也讲了土改 实际上在这两场运动当中 它都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宋教授刚才提了 就是其中谎言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谎言毕竟骗取了人心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老百姓 他是基于什么 来认可这样一些改造的运动 我想请教一下 我去插一句 就是说他不是积极响应 有的时候是被动的 他宣传的时候 把它宣传是主动的参与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军代表 跑去找一个资本家 说我们要搞公司合营 我们要入股 然后那个资本家就很疑惑 说请问你是资本入股 还是技术入股 然后那军代表 把伯克枪抛出来 放在桌上 我用这个入股可以吗 那你说资本家说什么 您说的是其中的一些情况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历史资料 有老百姓的这种参与 或者是复活 那我说我想请教一下陈博士 就是说老百姓 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 他去认同这样的改造 这个改造 因为某种意义上 有些老百姓在宣传之下 认为自己是获得了一些利益 包括土改 包括所谓的后来的工商业改造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土改农民封的土地 没有多久以后 就是农业活着化 高级社 然后到人民公社 所有的土地 全权又收回去了 就收回到一个国家政府的手上了 也就是说 所有的千千万万的地主 变成了一个地主 而老百姓的土地 仍然是自己没有任何的土地了 所以说这是一场欺骗 后来他们认识到了 工商业改造也是 认为 他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里面 这工商业改造 好像是我们把资本家的财产 按照他的意识形态 虽然刚才夏日说了 还有些中国的特定的 一些所谓定性质产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把所谓资本家的财产 逐渐逐渐的 所谓的评分 给社会是公有制 但是实际上 大家知道公有制 老百姓根本没有得到财产 根本最后还是成为 国家的垄断性的资产 而且使得整个的国家的生产力 大大的下降 成了一个贫穷社会 最后成了一个 到了文革结束 前夕成为国民经济 都要崩溃的状况 所以中国老百姓 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底下 开出有一部分 所谓的贫苦人 有些人是相信了这个东西 但是很快 他们意识到了 共产党不仅没有带来 所谓的他们的平均的财产 而且使得他们 比过去1949年前还要贫穷 那么您说到了平分财产 还有土改当中平分土地 那么像这样一些宣传的欺骗当中 它是不是意味着阶级意识 或者说还有道德因素 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想请教一下宋教授 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分成几部分人来看 第一部分人 就是说比如我们举土改为例 这个整个中国农村的土改 中共主要是利用什么样的人 去打先锋呢 这个用毛泽东的话来很清楚 就是他认为这个土地改革的 这些农民运动是匹治运动 也就是说最主要的是 农村中间那些流氓 那刘少奇当时在半步 他起草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土地改革法前面 这个政协曾经有了内部的会议 好多政协委员 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还要统一战线 对吧 那好多政协委员指责他说的 说你们这个中共啊 都是利用地批流氓 在这个土改中间打先锋 怎么不搞出人命来 怎么不搞出强奸杀人放火 这一类的这个触犯大法法律的事情 刘少奇并不否认 刘少奇当时这个讲话非常之妙 他说据统计的全中国 大概有1400万地批流氓在农村中间 他说但是呢 中国共产党相信啊 这些人呢是农村的无产阶级 当然他们没有产 因为他们从来不好好劳动嘛 哪来的财产嘛 对吧 说他们呢 完全是可以引导的好 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 而且他还无耻地举了一个什么例子 他说我们的贺龙将军啊 他原来就是流氓啊 这个看了以后真是也是哑然是笑 说你看他现在成为我们最坚定的革命军人啊 所以可见中共清楚的 就是说他就要利用这些人来怎么样呢 来搞乱农村 来进行这个暴力土改 然后搞的是 就是说春春流血户户冒烟 这样他才能恐吓住一般的农民 这是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呢 这个就是说一般的农民 那么一般的农民 他一般来说是隋大流的了 因为在这种恐怖 在这种气氛下 你相信不相信共产党 你就不相信也要相信 但是还有不少人是有良心的 你比如说白天分给他的地主家的财产 他晚上就送回去 然后这个平衡中心就倒霉了 也成为斗争对象了 那么这个土改中间和这个公私合营中间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是抄家 这个你可以看到那些地匹流氓 他感兴趣的是 不是土地 他感兴趣的是你的福财 是你家里面的老婆和女儿 他要不是分田分地 这个没有兴趣的 他要分财结社 就是要分你的福财 光阳 衣服什么什么 他立刻就可以卖掉去吃喝嫖赌 然后呢 土改中间盛行的分老婆 就把地主家的这个妻子啊 或者是女儿啊 强行分配给那些老光棍 那些老光棍因为穷的 绝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他从来不好好劳动 他是流民了 那么你看这个新华社的这个内部参考 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报道 就是在公私合营中间 那些积极分子到资本家家里去抄家 结果就偷了什么呢 偷了金条 偷了手表 偷了线钞 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要讲的一个就是中共的财政 它基本上是一种截略性的财政 那么毛泽东最简行 那就是五三年有一段话 三反五反搞出了很多资本家的金条黄金 毛泽东公开讲的 这个在毛选第五卷里面有 他说好啊 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用这些钱来打一年朝鲜战争了 你看他就是搞文革中间的抄家也是这样 文革中间的抄家 我们再次听到这里 那这里我们讨论了建政初期的一些情况 那么让我们跳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邓小平主导下呢 进行了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些政策 那么他所搞的这些东西呢 后来被大家认为说是跟建政初期的那些情况相反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夏教授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时候开始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在逐渐上市呢 因为他为什么要搞改革 是看前面的国民经济啊 整个国家社会 这个道德水准一切都被他搞乱了 他搞不下去了 他国民经济瀕临崩溃 那么他这个痛定反思之后 要想拢回人心怎么办 那当然给老百姓一点实惠 所以首先要吃饱饭 农村呢 为什么要土地这个承包包干 就是首先让农民不再饿肚子去要饭 所以呢 这个一开始是从这样启动的 然后工厂呢 首先要自负盈亏 不能长期吃国家的补贴 而且要自己找市场 找米下锅 所以这样的一步一步的 就是让经济 你过去管制的很死 把计划经济管那么死的东西 稍微放开一点 那么经济就搞活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所谓的执政呢 就有点这个合法性 但实际上这不是真的合法性 它只是一种暂时的 由过去的完全被控制 到现在部分的被控制 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不懂 还把它作为感恩戴德 就是说是中共的功劳 其实假如说一个强盗 一个土匪 把你所有东西都抢掉 控制你 把你当奴隶 用了几十年 然后有一天说 再给你点饭吃 给你点自由 你就感恩戴德 这怎么能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呢 这刚才你提到了道德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在民国时代 在中国的几千年的 这个封建专制下 礼意仁爱 是最起码的一个 这个每个社会 都有一个道德规范 这个道德规范 长期以来 就是在中华民族 它是存在的 内心中是存在的 但是共产党 恰恰毁掉了 两千多年以来的 这样的一些 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范畴 然后呢 就是用阶级斗争 来替代这个道德 他们用马克思的那种 这个阶级斗争 对抗剥削 与被剥削的关系 来重新阐释 道德的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说 只要你是有钱人 那你必然就是坏人 因为你这个钱 肯定是靠剥削得来的 他不认为 你可以通过震荡的行为 来发财致富 他认为所有有钱的人 都是本身就是一种恶 是剥削得来的 所以他这种道德的 重新阐释 颠倒了这个整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价值观 从现在来看 他当然是彻底的 没有一丁点是正确的 完全是 这个一种颠倒黑白 所以中共政权 在利用这些斗争 来进行社会管制的 一种方式上 反而是从在道德上 降低了 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好 那么我们再来 跳到香港问题上 因为现在我们 大家都很关心香港 那么现在呈现出的态势 是香港和大陆的 很多民众 形成了激烈的对抗 那么对抗的焦点 是统独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 香港就是要 希望独立 但是有的人主张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 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 那么在这样一些问题上 它实际上也牵涉到了 中国政府合法性的 一个质疑 我想请教一下陈博士 你对这样一种现象的看法 我想把香港目前的抗争 所谓中共大陆的舆论 把它归结为 就是中共的官方舆论 把它归结为统独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导 香港问题 大家看到他们的五项诉求 所有的诉求 都是政治性的 也就是说 不是中共大陆说的是 所谓的房地产资本家 和香港人的矛盾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所有的诉求 并没有提香港独立的问题 而是提的是要真谱选 要兑现你的承诺 基本法的承诺 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对香港人的承诺 对中国人的承诺 当然现在大家知道 某种程度上 是有一些现象看起来 似乎有某种中国大陆的 和香港市民之间的一种 好像意见观念相差比较大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是刚才说的宣传的结果 他把它宣传是香港独立 和中国统一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宣传和潜在的一个原因是 过去十几年来 大陆开放自由行 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的居民 和香港人有了正面的空间的大规模的接触 在中国大陆 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 他的行为语言 各方面的方式 和香港人有相当大的差距 造成了某种互相之间的一些 小小的意见冲突和隔阂 这个隔阂是通过 如果是通过真正的大规模的意见交流 长期交流 或者是包括舆论没有封锁 我想它会慢慢的化解的 但是中共强化这种 所谓的大陆人民和香港之间的意见不同 或者说之间的利益分歧 来为它在目前在香港 香港人的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要贯彻 要征卜选 要与言论自由 这是最基本的诉求 香港200万上干 它根本不向大陆人提 所以这一点 它是一个谋蔽舆论的一个办法 而不是真正的香港目前欠状的 最真实的实质性的要求 最后一分钟 我想请宋教授 给我们做一下总结 那现在国际上 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声 但是有的人认为 西方国家实际上 并不真正的关心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我想请记一下 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个我是这么看 你也不能说西方国家 完全不关心 中国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或者说中国国内的民主问题 人权的问题 但是呢 在外交上呢 我们必须承认 每一个西方国家也好 其他的国家也好 他总是比较实用的 把他的这个国家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了 这个美国是这样 英国是这样 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 而中共呢 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 来进行 我讲的就是全球性的腐败 那么除了西方的政府以外呢 我们还要看到西方的媒体 因为它是独立的强大的媒体 也还要看到西方的知识阶层 看到西方的很多的千千万万个 这个群众组织等等 人权组织 这些呢 它不是政府 所以它不是很实用的 长期以来 它对中共政权的践踏人权 破坏民主 还都是一直起这个批评的 斥责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来看这个问题呢 要这样比较完整的来看 好 感谢各位嘉宾的点评 那么我也感谢观众和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通过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和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王宇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